大家好,我是靈心寺積塵,好高興見到大家 這一集會是四月的最後一集 不記得這個系列的節目已經陪伴了大家兩個月了 先問一下廣告 如果你想輕鬆了解Eink世界的新事物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留意一週一集的Eink Weekly 如果你願意支持我繼續製作影片的話 歡迎你可以透過Buy Me A Coffee 或者YouTube的Superfans來贊助我 我真誠地感謝你 好,現在由我帶大家回顧過去一週 在Eink世界所發生的新鮮事物 好,去片 第一集是很特別的Eink新品 今回介紹的新品Letter Stack 是市場上最先進的加密貨幣冷錢包之一 它憑藉一個Eink的顯示屏 可自定義性、未來感的設計 以及無縫的移動支援而受到注目 它是為重度加密貨幣的使用者打造的 Letter Stack的大小大約是稅用卡的大小 並且擁有世界上第一款彎曲的 3.7英寸的Eink觸控屏幕 是400乘672像素 可以讓使用者清晰地簽署交易 並且可以自定命名將喜愛的NFT 或者照片切為鎖平的圖案 Letter Stack是一款擁有 兼顧安全功能套件及安全原件芯片的加密貨幣硬體錢包 並且獲得Common Criteria EAL5 Plus 以及EMVCO安全標準的認證 此外它還具備恢復種子的功能 可以用於設備丟失或者損壞的時候恢復錢包 Letter Stack具備藍牙連接功能 允許用戶在移動的時候管理它們的錢包 配套的Letter Live App 可以在iOS或者Android設備那裏使用的 用戶可以透過這個APP去檢查帳戶的餘額 跟蹤交易的歷史 發送和接收加密貨幣 並且管理錢包的設置 另外它還支持各種第三方APP的錢包 允許用戶將支援的硬幣總數 由500多個增加到5500多個 Letter Stack的定價是279美元 它在去年的12月進行預售 最初是預計2月付運的 但是按回官方訊息所顯示 現在是延遲到夏天才發貨 未有具體的日子 並且表示會在稍後再次開放銷售 果然是一切皆可依應的 這一次介紹的新品應該是只有很少數人才能夠用得著 不過對我來說就真是搶智識了 第二則同樣是依應的新品介紹 掌月iReader在4月21日舉行了春季新品發佈會 發佈了Smart和Leo兩個系列 合共有四款的新型號 分別是標榜智能辦公 10.3吋的Smart 4和Smart 4 Pro 以及主打閱讀和輕薄 6吋的Leo和Leo Pro 6吋的Leo系列是黑色機身 單是厚6mm重149克 可以讓用戶輕鬆地放入口袋裏面 屏幕採用全貼合工藝 兼有防軟光納米時刻處理的降法玻璃瓶 令到顯示效果更加好 配備28級冷暖雙色前燈 有揚聲器和藍牙5.0 用戶可以在不同的場景之下閱讀和聽有聲書 在配置方面 官方表示這一代用了全新訂製的2.0GHz的處理器 32GB ROM 但是未有公佈有多少GB RAM Leo和Leo Pro的分別主要在屏幕上 前者是用E-Incounter1200的屏幕 但是像素密度是入門級的212ppi 解像度是1024x278-58 後者是300ppi 此外Leo的閱讀時長是80小時 而Leo Pro是100小時 蔣月位這個Leo系列 是設計了一款具有翻頁建的專屬保護套 用戶可以按需要加購 10.3吋的Smart 4系列是銀色機身 不過看官方圖就比較近似深灰色 厚是6.2mm左右 大約重375克 在配有4000毫安的大電池之下 比大部分同尺寸的其他品牌產品來說來得輕巧 屏幕雖然繼續是227ppi的像素密度 但是標榜採用了新工藝 前面板的厚度減少了大約30% 經由防軟光納米時刻處理 令顯示能夠更加通透 此外升級了類子膜 令到那個書寫體驗會更加好 和Leo系列一樣 配備了28級的難亂雙色前燈 揚聲器和藍牙5.0 不過就另外加添了重力傳感器 Smart 4和Smart 4 Pro的分別 主要在處理器上 官方表示前者是使用獨家的墨水瓶CPU 後者是低功耗訂製的4核2.0GHz的處理器 暫時未知兩者的效能上有甚麼差別 此外兩者配備的筆亦都不同 Smart 4所附的是沒有橡皮拆功能 而Smart 4 Pro所附的Xplan3就有這個橡皮拆功能 這次Smart 4系列是有一款智能支架磁級保護套 用戶同樣可以按需求加購 掌揚這次的發布會除了是以上四款身份之外 還重點介紹了它們全新的Smart OS系統 內置全新的日程管理功能 和多端數據傳輸的方式 此外針對PDF文檔重排的智能排版引擎等等 Smart 4系列將會一開機 就會配備這個新的OS 讓用戶有最佳的使用體驗 溫馨提示大家 掌揚R-Reader的電子閱讀器採用封閉系統 是和它們自家的書城有一個深度結合 是不能夠安裝第三方APP的 而定價方面NEO是999人民幣 而NEO Pro是1099人民幣 翻熱鍵保護套是199人民幣 Smart 4是2099人民幣 而Smart 4 Pro是2499人民幣 智能支架磁級保護套是229人民幣 有興趣的觀眾可以自行去掌揚R-Reader 在京東、天貓、微信和抖音 這四個雙城去了解詳情 不知道我的觀眾當中有沒有掌閱的用戶 你們對掌閱這個品牌的評價如何呢 你們會否期待這次的新品呢 有的話不妨在留言那裏跟我分享一下 第三則是熱度十足的Een新品介紹 在這一年隨著各大品牌都紛紛推出 Kaleido Free或者Gallery Free的彩色閱讀器 Een的用戶也都熱切期待 紋石推出同類的產品 考慮到硬件系統功能和穩定度各方面 紋石Bose仍然是市場上最可靠的開放式之選 在4月26日紋石Bose終於發佈了新型號TAP Ultra-C 以回應市場對紋石Bose彩色閱讀器的期待 這一款新品採用了10.3吋的Kaleido Free面板 並且以高通Snapdragon 662處理器和讀顯芯片 提供了卓越的性能和刷新表現 它的硬件規格和TAP Ultra是相同的 包括4GB RAM、128GB ROM 支援2TB的TF卡擴充 此外它同樣配備1600萬像素的後置鏡頭 並且可以共用摺疊或者磁吸鍵盤保護套 必須注意的是 TAP Ultra-C的像素密度是300ppi 在黑白文字上的顯示效果 是會比只有227ppi的TAP Ultra更加厲害 彩色顯示就是150ppi 關於彩色閱讀器的底色會否繼續偏暗 還需要等待實機到手後的測試 作為搭載讀顯芯片的彩色E-ink裝置 TAP Ultra-C在市場上具有獨特地位 未來我會關注它的色彩顯示和殘影的表現 以及是否能夠在使用第三方APP時達到良好的平衡 特別一提 這款TAP Ultra-C是海外限定型號 而中國文社會在5月5日舉行新聞發佈會 官方在4月26日在微博上也透露了 是會發佈規格對應TAP Ultra-C的國內限定型號 TAP-10C 另外還有兩款6吋的新品 PUB5和PUB5S 產品的細節就有待稍後官方的公佈了 終於來了 Kaleido 3的彩色面板 結合頂級刷新表現的文石TAP系列 會產生怎樣的效果呢 實在令我十分十分期待 學生幾到手之後 我會再詳細和大家介紹 拭目以待 好了 一口氣是講了三則E-Ink的新品 第四則就轉一轉方向 是一則關於香港電子書的新聞 在4月23日世界閱讀日 香港出版總會正式推出了 出版3.0香港智能電子書庫計劃 供出版業界參與 這是一個結合電子書出版轉換平台 以及智能電子書庫的一站式服務平台 電子書出版轉換平台 主要供出版社和作家使用 透過物流及供應鏈多元技術研發中心 LSCM的人工智能系統 將出版的書項可以翻譯成英文的電子書 此外平台會利用文字翻譯語音技術 直接將文字電子書 轉譯為廣東話、普通話、英語的有聲書 香港市民也可以在網上平台註冊帳戶 部分的電子書可以免費試閱和試聽部分的章節 香港出版總會在發布會表示 目前已經有預40間的出版社參加 期望未來全港所有的出版社 都能夠使用這個電子書庫的平台 他們希望透過這個計劃 鼓勵本地的出版業 應用人工智能等等的前員科技 推動行業的轉型升級 協助業界自行製作高質素的電子出版物 同時將精選具有國際市場潛力的作品 打造香港智能電子書庫的品牌 並且會在本港和境外進行推廣 據了解香港出版總會將會參與 7月的香港書展和10月的法蘭克福書展 會進行展覽和分享會 旨在推動香港成為電子書和有聲書的 區域版權中心 遮著AI的東風和由政府資助下的整合 這個平台的誕生 對艱苦經營的香港出版業界來說 應該是長遠有在意的事 我相信 不過是否真的能夠推動電子書普及 去慰責到市民呢 就需要時間去驗證了 好,今集的e-ink weekly內容就暫告一段落了 由於YouTube的演算法越來越嚴苛 如果你喜歡的話 請記得讚好我這一段影片 才能夠讓更多人看到我現在這一段影片 如果你想定期了解 e-ink世界所發生的事物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由於e-ink的新聞相對沒這麼講究時效性 未看上幾集的,有空可以補看 例如上集介紹這個摺疊墨水瓶 毒物未來可能會推出這個Morning Proof 看到一些新奇有趣的 記得順手分享給你的朋友觀看 如果你想參加我的歐啟眼筆書法線上自修課程 只需要成為我Buy Me A Coffee的月費會員 就能夠有這個課程的權限 如果你想了解最專業的電子閱讀器新聞和資料 或是你或者你的親友是人在英國 需要扣扣電子閱讀器的話 也可以去我經營的網店e-reader Pro那裏去逛一逛 近期正在做優惠折扣 所有有關的資料我都會在descriptor那裏列出 感謝你的觀看 下期e-ink weekly 再見 拜拜 拜拜